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agenda 前面是这个背景介绍 然后我再来介绍这个项目叫gluton的这么一个大陆项目 那么再介绍它的架构和原理 以及我们做的一些跟Apacity Spark的一些对比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再来介绍这个gluton社区目前的一个状况和接下来的计划 如果首先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的话 原生都是文化化的 都是非常的坏 然后大家也愿意地认为 这个是在鸡哈图谱之后的下一代的大数据 其中一个基础的材财务 或者是我们的制作网 那么国外包括像Snowflake、Databricks 他们都是这种原生的这么一个架构 比如说存算分离 然后可以带来这个存储和计算 分别只有分别可以独立的skill 那么在国内的话 包括各大人常常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趋势 比方说这个Hollywood的EMR 那么很早就开始在做它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团队 然后我们来结合它的OSSF的别墙情组 来做这个数据的最终的游戏 然后呢以及像那个AWS 这种搜索账款 这种搜索账款 然后把Databricks把它的EMR甚至变成Service 然后年务需要提交你的任务 然后它的计算 它的存储都由它来 创付你来做这个计划 但是呢 在做了这个原生化以后 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 存算分离以后 那么以前 所伴随的一些 比如说数据本体化 或者说计划 那么这些特性都 都被固化 那么随之而来 带来的就是性能的这个下跌 然后此外 如果说你再做了一些容器化 那么 当年的计算时候 在容器化内 那么又多了一层 这个网络的虚拟化 就是开销 那么总体而言 如果说你对你的这个架构 或者说你的任务 不去做一些优化的话 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存在分离 如果变成一个容器化以后 你会观察到它 你写的这个性能下跌 像我们的一些这种测试的 下来的这个表象的容器的话 基本上都会有 大概会受到百分之二十的性能下跌 这还是建立在 我们的这个网络是非常好的 千兆万兆的这种性能下跌 但如果说你的网络技术 实际还没那么好 可能性能下降的会更多 那么这里呢是我们 那么再说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技术 这个项目整个是 今天是为了个Spark来做的 那为什么会要来 所以GSpark是因为 我们也认为在下一代的 这个原始的架构下 那么引擎也进一步的 实际上有一个抵抵 那么多数的时候 民用户不用去使用 或不是很多个引擎 因为在新一代的这个引擎 它的能力已经 比上一代比以前 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抵抵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大数据领域 最多的部分 分别对应的一个 一个是离线处理 一个是实际处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场景 还有其这个客户内 那么离线产品是比较想要 推推Spark 或者是我们公司 以及我们包括器 那么它中度使用的一个 专门式的一个助理光量 那么如果说对比一下 Spark各种版本的这个性能 提升典型的话 那么我们以TBC为一个技术 然后再挑出它里面的 几个这个最主 最常用到的几个operator 它是Gridit Hash sharing 还有Table scan 如果我们以Spark 1.6为技术的话 让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从这个Spark 1.6以来 比如说它主部引入了一些像 WholeStage的 择键 还有相关化的CAPE LV的性能 能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以外 那么到了Squark 3.0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性能的提升 就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这个Squark 我们基本上就 变化就很小 那为什么现在 成了这个Squark 性能的提升的一个瓶颈呢 我们又在跑这个测试的时候 在进行做一些这个Profiling 那么这张图上 我们就可以一定要清楚的看到 就是说 还有CPU的使用 Disk的使用 还有这个Network Memory的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跑这个Cunchmark的时候 内存的这个使用率 还有这个网络啊 瓷盘 IO这些指标呢 是时高时低 它呢 并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平静所在 反而最明显的是这个CPU CPU的利用率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 基本上都会在这个 百分之九层上 那么前二一件CPU 它已经在为 Squark的更新 这个大数据任务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平静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符合我们的一个运气的 因为在今天的这个大数据数据 那么数据有非常多的这种 像压缩解压缩 序列化反序列化 那么再加上这个 在计算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这种 序列函数的调用 使得它的整体 就是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CPU的这个调用 会呃会非常的这个平常 那么此外的话呢 呃我们也知道 此外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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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个其余GVM进行的 那么GVM它呃 呃为了实现一个 这个平台的可遇之性 它只能利用到一些 比较基础的 CPU的这些东西 那么 今天是有这个GIT的这个 这一项事故 但是它跟呃 市面上今天呃 呃一些Native的 就是使用C++实现的这个 呃 压缩解压引擎而言的话 它的性能 还是有非常 非常明显的差距的 那么 这几年大家也都呃 呃 关注到就是说有很多这种 呃 使用这个Native 呃 Library 或者使用C++ 编程的这种 O-Lab的引擎 或者说这个Library在 呃 在快速的出现 而且它们的性能表现非常优异 那么一方面呢 呃 呃 一类就是这个产品 O-Lab的产品 像啊 K-House 这种组织的 就是C++ 例如这个 这个 劣势系统 它们也是存储 其中所应为代表 然后 呃 其外还有这个 这个嵌入式的 呃 嵌入式的 呃 嵌入式的 呃 可以再 呃 再应用到多种的 这种C++ 这个中序 那么简级的代表就是 Meta开源的这个 这个Velux 那我们要 Meta的这个 这个 一个很主要的C++ 就是这个 Pristal 呃 现在也叫 Final 它也是提出这个 Java 来实现的 那么所以它也有 这方面的一些 这种 呃 呃 呃 所以它们提出了什么 Velux 那么 呃 总的来说的话呢 那如果说 呃 使用这个 C++ 的语言来开发 再结合这个 这个 这个 Column 那的Story 也就是说 无论是在 on disk是列射存储 还是remember的列射存储 那么 这两个结合 就可以 啊 相对的 容易的 实现一个 啊 相应量化的 处理 也就是说我可以尽可能的 练义到CPU的 一些这种 啊 单纸零多数集的这种 指定 然后实现一个 啊 一个更高效的 对这个数据的处理 于是 啊 抱着这些愿望的话呢 我们就 呃 就 跟Intel一起提出了 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 我们是不是能 来做一个项目 来 把这个Spark 和这个Native的Library 来进行一个相机 让Spark的这个计算 也变得 啊 更加的这个 这个 更加的这个 更加的这个 可以利用到CPU的一些高级成绩 来大幅度提升它的这个性能 好 那么 那么 所以对于这个性能 是非常的这个应该 那么 任何能够带来 啊 不说两倍三倍 就是说百分之三十四十的这种 提升的地方 都愿意去尝试 那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正好看到这个 啊 我们也在这方面的 他们也在这方面在探索 啊 因为 啊 英特尔他们也非常关注 他们的用户体验 啊 也说 使用英特尔CPU的呃 这些用户 他们是不是能够通通的压榨出英特尔CPU的信奥 这是他们关注的一个地理 所以 呃 我们方方一碰自己 所以 啊 然后在二十二一一年底的时候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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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呢 呃 这个项目呢 呃 呃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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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场景下 就现在还可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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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的话呢 呃 呃 呃 那目前 呃 呃 今年我们也在探讨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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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年12月跳远以后 呃 呃 得到了社区很多的这个关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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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Beagle,我们的团,以及阿里巴巴的工程师在参与的工作。 其中,英特尔的团队主要是基于Elox, 在Gluton的框栏下,基于Elox来做这个商场化的实践。 然后Pitrance的团队是基于Gluton的框栏下, 基于Payhouse的Library来做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基于Spark来做这个实践? 你认为Spark经过中国年的发展,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有型的一个基础的大数据的集中框架。 它不论是在这个文运性,还有这个核拨软性方面, 以及这个生态方面都得到了一些的保派的认可。 它今天的话可以捕捕到几百个,甚至双千个阶级上, 然后可以处理TB甚至PB的这个顺序。 那么在上层的话,还有CISO的结构也有这种, RTB的结构,也有这个像Glset的结构, 还可以用,除了用Skala, 也可以用Python的结构。 所以它的心态是一个非常的丰富和完整的, 我们不希望去改动整个基础的框架, 实际上保留它原有的这个架构, 但是从这个内核数,比如说内核的这个, Walker里面的这个Pask的执行, 把它替换成这个National的Library。 那么从而的话呢,可以把这个, 通过它的CISO的这么一个平均, 那么从这个, 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个框架一样还是它这个, 白沃加Walker这么一个架构, 但是在它内部的这个Pask执行的地方, 会给它拉出一条线出来。 那么这里的话呢, 会做一个判断, 会做一个判断就是说, 对应的这个Task里面的Operator和Function, 那么是不是都有Native的这个实现。 那么如果说有Native的实现的话, 它们就会走到这个Routon toPami, Routon toPami再通过这个GNI的方式, 来调用这个Native的Library。 它NativeLibrary会去图这个Spark的所分配到这个一个的Data, 然后呢, 处理完以后再把这个Data再发挥给你的Spark。 这里面有一个旁路的分析, 如果说遇到一些Operator和Function, 是目前没有支持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Fore5的机制, 就是又会回到一个Spark的DM的路级, 然后用传用的这个方式, JIT和这个Routon去执行。 那么这里, Gluten的话, 主要的话呢, 也有两个最大的挑战。 一个是怎样把SparkC座里面的这个执行计划给予完整的补复, 所以我们具体把它能够下推给底层的这个NativeLibrary。 其次的话呢, 就是说, 怎样能让它执行之后还能够带来性能提升。 因为最终如果没有显出的性能提升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意义也就是非常受限。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挑战。 那么接下来我会来介绍这个Gluten的一个框架。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会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最核心的服务台里面最核心的就是, 一个就是对SparkC座的这个执行计划, 而且就是这个物理执行计划, 怎样去把它进一个转换, 然后并且把它交给这个NativeLibrary去执行。 那么这里也非常幸运的是, 正好我们找到了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 叫Subtree。 它是定义一个跟语言, 跟语气无关的一个语言。 或者它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执行计划的一个团体。 那么它可以用来做一个桥梁, 在SparkC座的执行计划, 和Native的执行之间加进行一个桥梁。 那么此外的话, 这个鲁坦还要实现一个Fullhike的机制, 就是说, 有计划的NativeLibrary能够告诉它, 它可以执行哪些活动的方式。 然后对于不能执行的, 然后再它会会依靠这个Spark的原有的这个理解。 然后第二一块, 就是对这个NativeLibrary能够告诉它, 因为Spark它可能是运行在一个计划管理器那种量, 或者说NativeLibrary。 那么整个框架会对它的内存, 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管理。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计算交给了这个NativeLibrary, 但是内存如果说没有接管起来的话, 那么可以导致内存的一出。 或者O1这个任务的这个运行也会很长的。 所以还要进行一个统一对一个NativeLibrary。 那么三一个是进行这个NativeLibrary, 这个NativeLibrary后面会再进行您的介绍。 因为Spark自有的这个NativeLibrary它是在做这个NativeLibrary。 在NativeLibrary的这些NativeLibrary它们的处理都是按个列来做的。 按列来做这个处理。 所以如果说不改善这个NativeLibrary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还要设计到国外的一些这个数据, 列转航,然后在航转列的那种处理。 所以可罗亭也会自带着一个NativeLibrary的一个NativeLibrary。 那第四一块儿就是尽可能的对外保持这个Central。 我说对用户做了一个互态。 那么在这个Blueton的这个方向下, 它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 它定义了一些标准的这个接口, 这样的话来底层的这些实现。 就主要跟这个Blueton的这个结果来做基金。 那还有它实现了对多个Spark的版本的这个知识提供这个Central。 那么它的知识是从Spark3.1开始, 从Blueton开始, 那Spark3.1,Spark3.2等之后, 那么可以多个版本的Spark都可以使用到Blueton的结果。 那么Spark还有这个, 在NativeLibrary在运行的过程中, 也可以把一些Matrix, 然后报告给Blueton。 然后Blueton把这些Matrix也统一收集在报告给这个Spark。 这样的话呢,也能做这个Spark的UI, 可以捡测到这个任务的运行, 这样可以帮助你对这个任务的性能硬化, 可以做一些问题的排行。 那这张图就是Blueton的一个人体的设计。 因为它会连用这个Spark的运行方向, 所以当这个Central进来的时候, Spark会先对这个Central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体系, 然后再做这个Central的优化, 并把它转化成这个一个物理执行计划。 然后这个物理执行计划会被Blueton所过去的, Blueton是把自己作为一个Spark的插件之路, 会提升到这个Spark里头。 那么在这个物理计划交给Blueton的时候, Blueton会添加一些扩展的一些规则, 通过这个规则呢, 把这个物理执行计划, 把这个物理执行计划, 把这个物理执行计划交给Blueton的这个 跟语言无关的, 和这个中立的一个Blueton, 叫Subtree。 然后再把这个Subtree再交给, 交给Blueton的这个相应化的, 这个引擎去执行。 那么各自的这个相应化引擎, 会用他们自己的这个语言去解析这个Subtree Lab, 然后再构建自己的这个设计计划。 那么在这里的话, 比较Spark会用这个Java, 会去生成这个Physical Plan。 这个Physical Plan会被NATO Library, 用CDA Java去执行。 然后去执行。 然后整个数据的这个流产过程, 也是基于Spark原生的这个Columnus 和Columnus, 来做一个抽象。 一样的话, 为这个NATO的这个情形, 来做一些具体。 他们只要去做一些具体的扩展和实验, 这张图呢, 就是Gluten的一个核心的主件, 主要有六个, 六个主件, 分别是Blend, 转化, 然后Memory的管理, Column,Shuffle, Same Layer, Fallback和Matches。 刚刚也, 初步的介绍了这个Blend的转化, 然后还有Memory的管理, 以及Columnus, Same Layer, 然后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Blend的转化。 然后把Spark的Fillend plan, 然后通过Intention的Rule, 然后呢, 又去转换这个Substreet, 然后把Substreet plan的转, 产递给NativeLibrary。 然后在Memory这一块儿的话呢, 刚刚也提到, 我们知道就是说, NativeLibrary它是在, 它是在这个对外的组织。 这些内存的话呢, 也需要要由Spark来统立的管理, 否则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内存, 内存的印出, OM等问题。 但是这里的, 内存的这个管理的话呢, 不同的Library实践可以分享, 因为NativeLibrary在申请的内存的时候, 可能是每次去Milog, 平凡的调整Milog去申请一些这个空间, 然后并不是每一次都要去向这个Spark 去发行一个申请, 它可以自己去做一定的这种内存管理, 比方说先实行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内存的内存池。 等到用, 用的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再去跟Spark 再进一步地去设计一种内存, 从而减少有平常的调整接口。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 刚才所说的这个Shuffle, Shuffle是Spark里面要用的一个, 一个开的一个操作嘛。 那么Spark原生的这个Shuffle, 是基于Hall来做这个Shuffle, 显然它的这个性能并不是特别好, 而且因为考虑到NativeLibrary 多的是以这个列来处理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是很有必要来扩展这个Spark Shuffle, 然后做一个Columnar的Shuffle Management, 来支持整个这个, 对这个列室数据直接做得到。 那么第四个是这个Shuffle Layer, 我们知道Spark里面呢, Spark在支持Hive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Shuffle Layer, 来支持多个版本的这个Hive。 那么这里的话呢, 也是为了在未来有出可能, 就是让Hive来支持多个版本的这个Spark。 那么关于FullBag的这个组件的话呢, 我们再一个多提到, 就是说, 因为Spark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 它的支持的这个Rate和Expression等等, 这些是非常多的, 然后在FullBag发展的周期, 是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都能够对接上来的。 因为很多的算子和方式, 比方说, 在FullBag或者说, 在这个Rate和Expression中, 是没有对应的一个实现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去补齐它。 那么, 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补齐。 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就会遇到, 或者这个, 不支持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之前, 后座也, 不是一个, 啊, 这种方式的一个实现方式。 所以的话呢, 很多必要来实现一个FullBag的机制, 让它回退到这个, 发展连生的GPM的引擎去执行。 嗯, 当然FullBag的并是我们希望的, 因为FullBag的方式, 会带来这个性能的额外的一个损好。 啊, 所以说, 那还不如, 啊, 之前的这个, 就迷糊到, 我们进这个GPM的引擎去执行。 但这个也是一个不变的, 因为, 嗯,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 Telabricks的那个, 嗯, Fulton的这个引擎。 它也并不是建议, 所有的Sycle都去做这个Fulton。 而且它也直接说了, 比较关于,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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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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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模块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指标, 那么把这个练习物, 那你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 这种指标, 比如说这个, CPU的占名, 啊, 内存的这个使用啊, 啊, 还有这个, 报作的一些, 这个信息啊, 都, 比如说, 上报给这个, 这个, 然后再用CPU的插件, 把这个上报给Spark的, Metric System, 来做这个展示, 或者说, VPN的交用。 那么这一页, 我们是重点更进一步的, 详细的介绍这个, 这个, 这个, Sycle。 那么, 因为这个, 嗯, 执行计划的传递是, Gluton项目的一个核心, 那个核心, 核心中的重点吧, 嗯, 正好有South Street的, 这么一个项目, 它可以作为, 啊, 这个Spark, Physical Plant, Dock, 之间的一个, 传递的一个, 那么,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去搜一下这个South Street的, 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的, 作者, Jack, 也是给,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支持, 因为Gluton也是, 算是作为South Street的, 这个项目的一个, 最早, 或者最大的一个用户吧, 那么, 你可以把South Street的, 呃, 想象为一种, 中业的一个, 比如说像, 比如说, 或者托尔巴夫啊, 等等这种, 我们通过它可以定义, 啊, 把你的这个, 这个, 执行计划, 然后有另外一个, 按紧去进行, 那么, 这一页, 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 Fullback机制, 那么, 前面提到过, 就是说, Spark里面的任务执行, 是你的task为例, 然后呢, 它会基本的, 把一个task为例, 可以, 今天都会有这个, 内部的这个实现, 可以, 啊, 有可能会遇到, 然后像这里, 有一个, 它会, 呃, 没有支持, 那么,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在它之前的, 呃, 这些算子, 会被创成一个, South Street line, 一次交给, 然后在这之后, 呃, 这个, 可以支持的这些算子, 又会被包装在另外一个, 呃, 去执行, 啊, 这个host stage transformer, 来, 来, 来完成,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 这个, 这个算子, 因为它, Spark的这些处理, 啊, 是其他行的处理, 所以, 要, 插入一个, 列转行, 在它之后, 再插入一个, 航班内, 那这样的话呢, 会, 啊, 在, 中间的这个算子, 在Fullback, 这个Spark的这些, 从而完成一个,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里, 由于加入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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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带来一些, 无关的开销, 可能会导致这个, 形成现象, 所以, 这种情况, 也可以是我们, 非常, 希望看的, 那么, 我们也, 进行了一些, 探索和研究, 发现, 如果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首先, 后面的都, 就都交给这个, 这个, 这个Spark medio 进行算, 这样的话, 减少, 减少, 减少后续的这个, 行转, 列入的方式, 当然, 最终的话, 我们希望所有的算子, 都可以被, 啊, 被这个, 自由的Library, 所实现, 这样的话, 避免这种频繁的, 和这些计划的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这一页我们会介绍这个Supple 前面我介绍过就是说 Supple是新银行来做这个Supple 但是现代化引擎的话呢 他们希望的这个数据是劣势的 所以的话 其实这个Supple Shuffle Manager的框架 我们拨展出了Columnar的Supple Manager 在这些过程中 设计到Supple的操作 我们都会通过Columnar的Supple Manager 去做劣势的数据的一个独立 然后序列化再压迫 最后再输出这个Supple数据 到此盘上 那么多取Supple数据的话呢 则又交给这个Supple 原有的框架进行操作 再传递一个内需的 以及做后续的一个操作 那目前 这个Columnar的Supple Manager 它还 并没有实现所有的功能 比方说我们目前它不能够 这个 基本上数据都会 那个 后的在一个内需中 然后也会生成 有时候会生成比较多的一个小店 信仰会有点点问题 那么后续的话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对于这个 烈士的Supple Manager 可以再做一些提升和优化 那么我们也尝试 比如说去 去做一些这种 利用Supple 原生的这个Supple Supple Manager 的方案 只是在它的这个序列化和 反序列化的时候呢 来做一些这个烈士的方式 来输出的Supple 但是目前是各种发现 还会 它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个 内存的拷贝 就是从对外到对内的 一个数据的一个拉取 所以这个问题也会成为 未来主要有重点去解决的一个 好 这里也会重点介绍这个 内存的管理机器 这个插件 那么 我们前面提到我们 这个内存的技巧 拖离一些 可以在进行的程中 它的内存的这个使用 也需要上号的这个 Supple 然后 由这个Supple 来对这个内存 做统一的一个管理 然后 这里是其实Supple 原生的 Unified Memory Manager的 提示 然后提成它的这个 Off-gate Memory Manager 来对这个 内存的 所使用的内存 进行一个 统一的管理 那么 这样Supple 的Task 在之前的时候呢 会对每个Task 内存做这个 一个 申请 还有这个释放的管理 大概 具体的这个 实现中 实现的过程中呢 并是每一次 这个申请的内存 都要上号的 Task Memory Manager 因为它的这个 因为它的这个 内存的这个 申请可能会 最长的便利 那么如果每次都上号的话 这个 会增加很多 格外的开销 所以 那么 Native的 Engine 可能自身会 实现一个 Memory的一个Pool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不是每一次都要去 去向 Spark 去申请 这个自己要有一定的 这种 内存管理的这个方式 那么 此外的话呢 还有 就是它要能够 有响应这个 Spark Speed 的这么一个 一个信号 就是Spark 发现自己的这个 内存 接线中的内存 都需要这个 内存问题 去做一些这种 把DataSpeed 到这个Disk上 要响应这个信号 那么并且 啊 释放的这个内存 也要上号 为这个 Memory Manager 来 这些细节 都要由这个 不同的 因为Looten 它是一个整个的 一个框架 它并不是 帮助你实现 所有的这个 它是定义了 依靠规范和这个接口 所以具体还要靠 这个 程序 也就是说 每一个 每一个插件实现者 要去实现这种方法 那目前的话 我们 是基于这个 KHOS 来实现 KHOS 来实现 这些 内存的 这些 那么 目前 像在这里的话 Spill 也还在这个 没有完全的这个实现 那么 所以 当有一些 内存很大的情况下 也不排除 可能会 导致这个 内存不足 OM的这个出现 那么 这个也是在下一步 要去完善的这个 工作中 那么 接下来 我来介绍一下一些这种 做的一些综合的这个 新能测试 那么 第一个这个测试是由 英特尔团队 做的 它是使用的 Luton 的 back-end 是Belox 然后 其实这个Spark 3.3.2 然后 这个Apaq Spark 那么 在 Tc 上面 做 Tc 这个数据上 来做这个测试 那么 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 所有的SQL上 都实现了这个 性能提升 那么 平均的话 能有两 三倍的这么一个提升 比如说 这边已经有 超过三倍了 然后 那边基本上 在两倍 到一定会提升 平均下来 有2.7倍的这个性能提升 那并且在 极端的情况下 能够有 14倍的一个性能提升 这个提升 还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 他们的 呃 等一下 那么 我们基于 Tc 是基于这个 Prayhouse 来做的 后端 然后 跟Spark 是3.1.1 那么 我们是在一个 相对小的一个 雷上 使用 VM搭建的一个体型上 我们是使用这个 Tc 做的这个性能设计 那么 这个 整体下 1TB 他们是2TB 有限 是1TB 接下来 没有 Intel 性能提升那么好 但是 也平均会有一个 两倍多的一个 性能提升 那么 目前的话呢 我们也在跟 Intel一起协商 就是说 用同样的数据 以及同样的硬件 我们切换一下 这个后台 用这个Prayhouse 来做一下 然后从而对比一下 那么 双方也在 我们也在对比 比如说 Welops 和Prayhouse 之前到底是 熟悠 熟悦 熟悦 我们当初 那么我们 来选择Prayhouse 是因为我们的团队 对于Prayhouse 相对熟悦 也会有些公司 能提出 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Library 来做 我们也会非常欢迎 那么 接下来 是我们 一些 在实际产品 或是用户 测试的一些 主要测试 那么我们的 我们Prayhouse 有一个 湖商产品 叫Prayhouse 高性能湖商银行 它是一个 基于 Payhouse 的一个 一个 原生的一个 湖商分析 那一线的 那么就是 Apache Spark 然后我们 在这里的话 给客户提供 也会选择 就是可以接换 Galutin的运行 它可以 我们在各种情况下 测试下来 它可以节省 要么是一半的 这个时间 要么是一半的 这个 计算资源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 一半 少一半的 这个CPU 的Member 或者说 在等等的 这个 规模上我可以 还有更多 多一倍的这个任务 然后 并且我们 跟这个 Apache Spark 帮EMR 也就是AWS的EMR 产品 那一代的这个 经过EMR Optimize的这个 Spark 也是3.1 大本 然后在同样的 这个 170的 TBCH上 去做一个 Rangemark 因为 AWS的EMR 的Spark 号称它是比 一个 Commuted Spark 还要有 相当多的这个性能提升 然后在同样情况下 我们的 是运行在这个 KBS的这个性能提升 用同样的这个 计算资源 然后数据去 放在这个 SV 然后再下来的话 也能够比这个 这个 EMR的Spark 可能有一倍以上的 这个性能提升 那目前的话 Gluten这个 TBCH的 Rangemark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 还在 有一个 我们是一个 商业客户 然后呢 他们对这个 技术也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把这个 Gluten呢 也放到他们的 群上去 再找了 几个 大数据场景 来做了一个 一个性能对比 它是一个银行客户 然后它有 这种 这种 然后 这个 任务在往往 运行的 这个时间也要长 然后 有一个是 最供存款的 这个 右上角的 他挑了几个典型的 这个 这个 然后 能够有 这个 三倍的 这个性能提升 那么可以看到 说 嗯 它对于这种 本身运行很长时间的 这种 查询 它的这个提升的效果 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 从这个 297秒 然后 能够减少到 70秒 那么 这个 三倍多 这个 第二场景 是 是一个数据 EGL的场景 然后它的数据 是在这个 呃 有这个 4600啊 还有 2.3亿 4.6 那么 它之前是使用的是 海洋 带子 那我给你写的话呢 这个 任务后 实施地要查 结尾 它有了10分钟 有了20分钟 然后 换成用这个 路线之后 经常在 一分多钟 或者 一分多钟 所以 对 我们修训一下 它有一个 前四个 是非常的 这个 此外的话呢 在这里 为了 运行这些 我们把路线也 部署到这个 样场 然后它可以 用样去做这个 调整 那么 这里是我们 目前的一个 社区的一个 现况 以前的话呢 呃 在去年 那么 主要做TPC式的 这个 测试 那么在今年 我们也来 堂诗来通过这个 TPC-DS 99套 那 目前的话呢 已经 其中的这个 96套已经通过 没问题 目前有 三条还没通过 那么需要 进一步的这个 开发 那么 在前面 我们还 跟BIGO 一起 完成了 这个支持方样的 这个 这个 模式 那么因为 这个 基于 Library 来实行的话 那么 Spark 在运行的时候 它要通过 JNi 去调取本地的 一些 CJJ Library 所以这个Library 需要 在节点上 提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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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是基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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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这个 这个 那么第三一块是我们团队也投入力气去 把这个独立项目的CICD自动化 那么建立起来让它们一天有这个Code的QR进来之后 那么能够自动的拉起一个集群 然后去密集一个Bench 然后去跑一组这个Benchmark 并且跟之前的这个性能数据做对比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及时找到一些 比方说有些代码的程度可能会带来显著的这个性能想象 那么可以找到这样的这个问题 那此外的话呢 目前在这个社区内部我们也在开展进入这个ApaC的这个讨论 因为进入这个Beta还需要有一个IP Clearance的什么一个过程 那么提前我们需要获得一些Pro 那么接下来是下一步的一个计划 那么Pluton社区那么马上就会 应该会有这个1.07的这种一个release 它也是Pluton的第一个战时的一个release 因为之前都是一些这种自己想在Build的这个编译 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去进一步对齐一些数据类型 在Spile 中间图上再提一些 然后一些自己的点击在比方 decimal的一些这种系维 我们在Greyhouse 上和这个Spark上 很多细节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需要要把这上面这个行为对齐 以Spark的为准 那么第三一个是会进一步去完善这个昂样的这个物流 因为今天发现很多用户还是在昂样的 Count K-Best 部口还是有一定的主乱 我们昂样部署需要要随着用照顾去做这个放送 那么今天简单的做法是把它 这个面积Library的这个包拷贝导 点S5 文件都可以到每天机场 那这个会有这个升级啊 还有水线结论解决 我们现在就会跟这个样子 那么任务提交过进一步去解决 那么最后一块就是会去持续的优化这些性能 包括对一些算子啊 一些方式 那么没有实现的也要去实现 比如说这里右边这张主张 这是主要的Spark里面的这个RETA 那么现在大部分主要的叫RETA 也都已经实现了 那么目前就有Southmort教育 还在开发中 好 这是我介绍的一个 一个初步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非常的欢迎 各位这个工程师或者开发者 那么对这项技术 对这个社区感兴趣的 可以加入到柯路线中来 那么社区是非常的一个 活跃的一个状态 那么可以跟任何的一位 社区的member联系 或者这个下一步的 如何加入到这个社区的 那么我们也期待 在处理的将来这个项目 能够能够进入到 环境经营会或者什么 CNCF经营会 还有能够为更多的人所 受益所拥有 好 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个内容 那博客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来咱们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 有点透识 初老师想把这个项目 西项目 就像我们这参与 想的很清楚 有一个问题吗 有没有 博客想问一下 这个项目呢 其实它不会带来新的能力 它就是做这个新闻提升 比较简单一种 只要你的公司比方说 有众多的这种workload 比方说有一些lourney的任务 需要进一步的节省资源 或者节省时间 我觉得是值得一刹雨 它可以帮助你至少养费 一向的情况三对四 都可以